《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所著的一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小王子从自己的星球离开,旅行到其他星球,最终来到地球的故事。 故事开始,小王子住在他自己的星球上,这个星球只有一朵玫瑰和一些奇怪的草。 他很寂寞,决定去探索其他星球,寻找新的朋友。 在旅途中,他遇到了许多奇怪的人,包括一个吹气球的人,一个爱计算的商人,一个罪鬼和一个地理学家。 虽然这些人对小王子很友好,但他们的价值观和小王子的不同,小王子觉得他们很奇怪。 最后,小王子来到地球,遇到了一个飞行员。 飞行员因为坠毁在撒哈拉沙漠上而被困在地球上,渴望飞回他的家乡。 小王子告诉他自己的故事,教他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小王子的玫瑰告诉他,你要学会认真的看,然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无法被肉眼看到的。 小王子学到了人类的复杂性和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而忙碌的生活。 他教导了飞行员,对于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以心灵去看,而不是肉眼。 最终,小王子告别飞行员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尽管小王子的玫瑰让他感到痛苦,但他知道他爱他,于是他回到了他身边。 小王子告诉读者,即使你一个人,你也可以在星星上找到家。 小王子的玫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